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首次仪式花莲举办的全民运动会 经过了6天的赛事之后,22号闭幕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无法出国 也让更多的选手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 像是新北市、台中市、台北市 都比例界拿下了更多的奖牌数 而地主队花莲也因为地利之变 加上了龙洲队的四金加持 也有15面奖牌的收获 为期6天的109年全民运 22日在花莲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举行闭幕典礼 首先由台一大舞蹈戏以及花工园舞队 带来精彩舞蹈、揭开序幕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出国 也让更多选手报名参赛 像是台中市、新北市在经营同牌就各拿下154面 而地主队花莲因为地利之变 也将往年拿下较多奖牌 我们一共颁花了3333面奖牌 但其中里面呢 其中我们的普友、水上救生 还有呢 竞树花莲溜兵 还有呢 建立比赛 我们这个项目呢 一共有117人次破大会及全国纪录 其中呢 50号像是破全国纪录了 这成绩是比往年都更好 这要感谢我们花莲县 天空这么好的场地 跟优质的一个团队 才能让各界市能够在公平的竞争之下 能够突破一往的成绩 花莲县政府 没有成办过全国六大运动赛事 去年我们极力的争取 希望花莲能够来承办全民运 当然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胆怯 但是我们勇往直前 因为我们希望让全国看到花莲 所以是不是我们在座的贵宾 在座的好朋友 在座的家 是给予政府团队 还有我们筹备会 给我们掌声一下好不好 谢谢 辛苦了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109年全民运 彰化县获得大会奖 屏东县获得监察院长奖 台南市获得考试院长奖 高雄市获得司法院长奖 新北市获得立法院长奖 台北市获得行政院长奖 桃园市获得副总统奖 总统奖则由台中市继续残联获得 就像我们一副市长奖的 我们是一棒接一棒 棒棒都是好棒 我们今天 特别代表我们翁张良 翁县长 然后来到花莲 这边来接下一届的 全民运动会的会期 我在下火车的时候 我们同事来接我 我们做校长 我问他说 这一次我们花莲县办得怎么样 他告诉我说 真的办得不错 人家半年才筹备半年而已 人家办得非常好 这个又是一开始 给我压力就很沉重 不过我相信 嘉义人是最有热情的 相信嘉义在111年 接棒 我们也会 学习跟花莲一样 这么的用心 这么的热情 2022年全民运将在嘉义县举办 嘉义县也带来阿里山的姑娘一曲 融合周族的舞蹈表演 宣告嘉义县的好山好水好人情 欢迎大家来阿里山做客 接着想方言华林诗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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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